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平安 很高兴接着徐娟恩中文台的安排 我们今天再次来用活泼的生命 领受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是在《撒姆尔记》下 19章31到43节 《撒姆尔记》下19章31到43节 激烈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 要送王过约旦河 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 巴西来年纪老迈 已经八十岁了 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 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 他原始大富户 王对巴西来说 你与我同去 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 巴西来对王说 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 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 仆人现在八十岁了 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 辨别美恶吗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 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 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 求你准我回去 好死在我本城 葬在我父母的墓旁 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 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 可以随意带他 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 我必照你的心愿带他 你向我求什么 我都必为你成就 于是众民过约旦河 王也过去 王与巴西来亲嘴 为他祝福 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 王过去 到了吉甲 金罕也跟他过去 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 也都送王过去 以色列众人来见王 对他说 我们弟兄犹大人 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 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 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 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 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 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 暗支派 我们与王有十分的勤奋 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 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 但犹大人的话 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各位弟兄姐妹 在华人的观念里面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这是大丈夫 但是在生活当中 这种真的有为有守 无欲折刚的人 毕竟是不多的 有许多的人 他们一生的努力 积极盈盈的 无非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够功成名就 能够得享福禄 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读到激烈人巴西来 巴西来他原来是一个富有的大户人家 在当年大卫诺难 住在马哈念的时候 巴西来就曾经 供应大卫所需要的一切 算起来他应该是大卫的恩人 而大卫呢 他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他感念巴西来 因此当他看见巴西来老迈 他就邀请他 能够一同上耶路撒冷去 好让他在那里可以安养晚年 但是巴西来他与人无争 他与神无求的性格 他却婉拒了大卫的好意 但是他提出来 就是希望他谦卑 称为仆人的那个儿子金汉 可以陪同大卫一起回去 好让他可以跟随 并且服侍大卫王 虽然他说了是要王可以任意带他 但是因为大卫感念巴西来的付出 他也欣然地接受这个提议 并且他心里定义 要善待巴西来的儿子金汉 大卫用感恩的态度 善待了曾经在落难的时候 帮助他的恩人 然而在接下来的经文里头 却描述了当年的犹大百姓 跟以色列民 竟然在大卫恢复了王权以后 他们争相示好 而双方甚至为了犹太人 先行送大卫过了约旦河这件事情 他们彼此竟然就有了嫌隙 不但如此 双方都强调自己跟大卫 是有特殊的关系的 到了最后甚至彼此发怒 积怨 种下了日后南北国分裂的种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人在落难的时候 人性的软弱 常常会让人怎么样 不自觉地会去打落水狗 或者是落井下石 在自古以来呢 能够雪中送炭的人 其实不多 反倒是喜欢井上添花的人 很多 当年的大卫 当他再一次的得势 夺回了王权以后 那些犹大人跟以色列人 都争相地想要靠拢大卫 甚至他们会彼此增进 互相不满 互相地排挤 无奈的是 像这种人性的软弱 不单单在社会上 甚至在教会历史上 乃至于今日的教会生活里面 教会政治里头 你我都还可以隐约看到 这人性软弱的影子 求主光照我们 使我们能够谦卑地 察验自己 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心 究竟如何 能够越过自己的私心 还有一切的意识形态 我们能够放下过往的伤害 跟嫌隙 我们也愿意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若是能行 就应当尽力与众人和睦 但是却要在不违背真理 也不滥情 也不相怨的原则底下 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 来建造属神的国度 但愿神能够检查我们的心 也能够保守祂的教会 行在光明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谢谢祢 接着今天的经文 再次的让我们看到 人性的软弱 主 也让我们看见 要保守何而为一的心 是如何的困难 却何等的重要 请祢帮助我们 使我们这些一起蒙恩的人 我们能够放下过去 在我们的生活 族群 背景 甚至历史经验当中 一切的创伤 一切的伤痛 甚至彼此之间的仇恨 让我们明白祢自己的心意 使我们同心合意 在祢的真理当中 来建造祢的教会 能够建立祢的国度 请祢帮助我们 也使我们真的是知道祢的心 更让我们选择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那何而为一的心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